各位跟大家讀一篇论者的留言 看到你的视频已经差不多少半年了 发现大家除了发牢骚之外 有用的主意不太多 我这里提醒大家几句话 几日前Simon的离开 我认为是有远见的决定 看得出来这半年他学了不少东西 成长了很多 只是因为成长所以他想明白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想到要走呢? 说明他一定想到比别人更加深 想到不仅是今年的事 肯定包括今后十年甚至更远的事情 他看到今后香港的局势 今后什么下流变态的玩法都会出来 现在这个只是开始 要就是不要走 要就是发煙 正常人是会绝绩的 那这个时间走 还来得及 将来 敌人为了对抗 会更加疯狂的绑架市民 从心理到身体上 在这个中央这方面 也都希望大家早日能够清醒 体清情细 早一点撤到安全区 如果不是的话 约石区份 我们只能够表达遗憾 没有人有时间为你流泪 有朋友说 我身家都在香港 这个决定不容易落 请问 Simon先生同样的 身家都在香港 他决定就很容易吗 我说过了 整理他看清楚 想得明白 然后才做个决定 这个就不知道大家怎样看了 有朋友说 我习惯有这个生活 这句话就比较搞笑 请问 有习惯什么比正常安宁生活更加重要 有什么习惯比保护自己 和自己家人更加重要 大家还明白 这是一场战争 是一个新型的战争 还不明白 香港作为东西方角力的战场 扮演一个血肉的磨子 将来你所熟悉的一切 包括你的亲朋好友 将化成血水和肉渣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只是因为 你们未经历过文化的武斗 想象不出来的意义 敌人肯定就是炮灰 一直留在战场上的角位 恐怕也会成为犧牲品 香港本身会成为牺牲者的无缘 我在这里说这句话 香港即将沉沉了 大家早一点上船 他在重建天日的时候 已经是 已是物是人非 但是呢 大家还有一个人生的选择 大湾区 周末先去看看 又如何呢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 人生不能够重来 一个错误再回头 以是百年生 这个文章很明显 就劝香港人 考虑就是离开香港 移民去大湾区 大湾区很多好地方 是可以值得考虑的东西 但是香港是不是仍然都可以走呢 我觉得不是 香港人是七百多万人 这七百多万人 不是每个都可以走的 亦都很多人 是经过很多辛苦 来到香港 希望在香港 见一个家的 所以我就经常觉得 我们不应该放弃香港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救这个城市 如何救快 当然各有各的说法 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暂时 我在昨天 就加条美 去David Sir那篇 曼想细思 细思曼想 关于香港 我提出一个看法 中国现在是在看一个很长远的未来 香港人 如果你能够拍着中国 这个构想 一起去前进的话 其实机会还有 但你们肯不肯 而对于香港目前的形势 我在凭香港家书的视频 也说出另一个概念 就是 在那个香港家书里面 各位校长 校长会的主席 就建议用爱 在学校里面 我就不同意 我认为 现在是时候 叫醒香港人的良知 不可以再自掃门前说 要停止这场暴力 其实大家要明白 这场暴力背后 是完全是失去人性 是禽修的行为 人本身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除了是受到一个 集体互相的麻醉 或者受到药物的麻醉之下 人是有同情心 有測忍之心 在12月1日 凌晨时分 或者可能是11月30日 晚上时候 有一个香港的人 给一个暴徒 用一个 铁板 集结头部 这件事 其实 深深地 伤到我的心 我很伤心 也很愤怒 我也都看到 留言的那些朋友 跟我一样样 是很愤怒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应该 站出来 好好地 为香港 为个良知 发声 不要再给那些暴徒 任意妄为 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认为可以做得到 因为 现在第一 警务处长 新一哥 在暂时见他的表现 是非常之 有魄力 也都很果断 譬如 在这件事 就是用铁板打伤人的时候 他已经第一个时间 站出来 肯定 警方一定会追究到底 我很希望 警方真的 讲得到 做得到 将这些禽兽 成之以法 还香港人 一个平安城市的美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仍然相信 林郑政府 仍然是被 金融大额 绑手绑脚的 这个形势 我初初的判断 就认为 要在台湾的大选之后 才会停止 我在近期见到 我以为会停止 现在不是了 我这个预测就错了 在昨日 12月1号 一样 香港有几场的 所谓和平示威游行 这些和平示威游行 的确是和平的 那个示威游行 完全没有任何出错 但是 和以往一模一样 入夜之后 在香港 那些乞丐暴徒 都出来了 又 倒露 又破坏公民 他们一向 习惯的伎俑 有人研究 为什么 那些暴徒 明明静了整个礼拜 为什么会突然间又出来了 当然 香港政府的高官们 当然希望 今次 泛民 在区议会选拟里面 有这么大的赢了 他应该是 心满意足 应该收手了 但似乎 现在 去到一个情况 就是可能 那些泛民 想那些暴徒收手 那些暴徒 尝个血的滋味 不愿收手 大家想一想 一个 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 尝试到 他可以任意地 泄欲 可以打人家 而 那个成本很低 蒙面 很威 到处 欺压 这些无辜市民 他们觉得自己 我控制住 中国 对不起 控制住香港的政治 那些人 全部都要听我说 这种这样的英雄感 虽然这是狗熊 但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 觉得自己呢 手上有一个 很大的权力 这种那种血的滋味 我不相信那些人 是会那么轻易放过 除非这帮人 真是被捕 入狱 困起来 没有机会再出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可以将它改过 现在他们这帮人 尝了血的滋味之后 我相信他们很难 是可以剩下来的 所以 涵旗色鼓了 都不够十天 上个礼拜六 选举前 去到 昨天 他们忍不住了 又走出了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原因就是 这些选举里面 那些 那些 获选议员 现在新任议员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批人 我觉得这批新任议员 虽然可能会和这些暴徒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他们不是暴徒本身 这批人不是 因此 那些暴徒 他们经常说是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这是两码事 虽然他们是 有 一个类似的政治 的看法 但是 其实相差甚远 那些暴徒 要求的就是一个 无条件的 免责 他们破坏 可以特赦 没有问题 不要起诉我 没事 当那些新任议员 成为议员之后 他们面对的是 另一个问题 他到底现在 入了政府的 制度之内 他怎么都要 好好地 护着他自己 刚刚抢到饭碗 而市民 到目前为止 都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 因此这帮人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将来做事的能力如何 但是 那些黑衣暴徒都觉得 我们推你上去 有什么好处给我们 我很相信 他们这两派里面 那个的合作 会是没有以前初初 一路冲的那时 那么密切 当然了 现在我假设 败民 其实就是通过某些途径 可以影响到这些 所谓孔武 勇武 那是不是呢 也都没有什么证据 现在这个只是纯粹一个猜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香港这个还要暖到什么时候 突然间我没有信心 我觉得 可能还有一段暖 这个真是令人很伤心 现在已经人命了 已经有人命出来了 但这些勇武 还没想停 看看警方 有多大的力度 真是可以收拾这些人 只是可惜 上一任的一哥 因为他自己临退休之前 不肯真的出力 引致 现在这些暴徒 上了第一滴血 这件事是很难 很难扭转的 除非真的 将这一帮暴徒 承之于法 虽然 现在到目前为止 警方拘捕了五千多人 未够六千 但实际起诉的 都未够一千人 还有一大批人 现在市面上继续破坏 所以我建议 就是 这些暴徒 捉到之后 不能让他们保释出来 但这件事 除非是行紧急法 否则的话 香港法律不准 香港法律的规定 就是拘捕之后 多久之内 就是要释放 你不可以因为拘捕 然后变相地捉他坐牢 这个不行 但在紧急法之下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香港政府 在滴起心肝 行个紧急法 停了这场暴亂 当然行紧急法 一定会伤的了 尤其是经济上 但是正如我上一次说的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做 其实可以是删停 那个 期货指场市场 还有那个 股票市场 将这个删停 那些钱进了来 不能走得 封住他 然后等搞定了 再开放 其实 未必输的 真的未必输的 大家可以想想 拜拜